你的厉害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守寡多年的大秦太后耐不住寂寞 直接叫来老情人吕不韦 互诉忠常 张口闭口都是空虚寂寞了 没想到却没得到回应 这宫林整日整夜 也就我一个人 吕不韦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低贱的商人 而是一国丞相 为了保住现在的一切 他必须断绝这段感情 面对赵姬的多次暗示 只能装傻充了 得找个姐妹的人 要想彻底地断绝这段感情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人陪在赵姬身边 让赵姬乐不思蜀 就会顺势忘掉吕不韦 恰好 有一个人正合吕不韦的心意 那就是在咸阳城 面貌英俊又好尽女人堆的烙矮 这帮女人见到烙矮 谁用完都说好 而烙矮还正巧是吕不韦的三千门客之一 当即 吕不韦就准备带她进宫 让这个十分讨女人喜欢的烙矮 前去哄身居深宫的赵姬 以此来达到让赵姬不再挂念 吕不韦的想法 赵姬最开始还没明白吕不韦是什么意思 但随着吕不韦不断地夸表烙矮 再加上让烙矮不断地展示自己 赵姬也是察觉出了吕不韦让烙矮入宫 以此来断绝和她的关系的想法 当即出于对吕不韦的怨恨和气氛 赵姬也是留下了烙矮 行了行了行了 烙矮确实是很有实力 赵姬第一次享用便沉迷了进去 直接如了吕不韦所愿 赵姬表示可以不再照吕不韦入后宫 就只有一个要求 让烙矮全身全息地入宫陪伴 吕不韦本就存了让烙矮久居宫中的想法 赵姬的这一发话 吕不韦更是愿意 当即就随便找了个疼犯重罪的罪名 将烙矮抓起来除以宫行送进宫群 被除以宫行的烙矮 直接就被捆在了柱子上 身边近身的四人 更是用镊子拔她的胡子 烙矮止不住地求情 想要入宫求得太后的庇佑 她不成想 让她被除以宫行的方法入宫 本就是太后的想法 随着四人口口声声地近身不疼 和捂住口鼻的蒙汗药 烙矮直接晕了过去 被吓傻的烙矮不成想 近身的四人早都被吕不韦收买 为的就是让她全息全影地入宫陪伴太后 其实她不仅什么都没逝去 还有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就这样 烙矮入宫 开始了她男宠的生活 而送她入宫的吕不韦绝对想不到 烙矮会给她和大秦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